中國官方媒體說如果北韓進行第三次核試驗 北京將無法保護北韓免於承擔外交後果 從屬於中國共產黨的《環球時報》 在星期四發表的一篇評論中發出這個警告 一篇文章指出 對於北韓準備進行一次地下核試驗的猜測越來越多 這則將是北韓自從2006年以來的第三次核試驗 文章說北京強烈反對任何核試驗 如果北韓進行核試驗 中國將無法幫助北韓避免各種外交後果 聯合國安理會已經警告說 將對北韓的任何進一步挑釁作適當的反應 南韓本月向美國之音和其他媒體提供了顯示 北韓此前進行兩次核試驗的場所又有活動的衛星圖片